好 另外来看到兽丰乡中校新村被农委会划定为有机专区之后呢 近年来当地农民在农作种植面积增加 为了提供农民更好的灌溉水源 当地的明代是争取农田水利署480多万元 进行水路改善工程 那么在31号的上午是进行动工 兽丰乡自学郡七支县农水路改善工程 31号上午进行动工 关心地方基础建设的县议员张怀文表示 相当感谢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对于地方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协助 让农民的灌溉水源能够充足 在台风迅期来临时还能够避开淹水之苦 在台风迅期来临时还能够避免淹水之苦 让灌溉沟渠能够达到照顾农民又能够防洪的双重效益 就地方的明代代表是议员还有协调 争取全部地主的同意之后 我们才能顺利的发报才能施设 在此很感谢议员不但提案 帮地方的民众解决水患 还有灌溉水量不足的成年问题 灌溉排水沟长年以来也提了很多的案 总是预算的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完成 那谢谢张其伟处长 因为他在我任内当过乡公所的秘书 他特别了解地方上的需求 来协助我们中校村解决水泛的问题 那目前今天也要动工了 在中校村周边一共有四件工程 都陆陆续续在发包 其中这一件是特别拜托争取的预算 现在今天要动工了 很快就要完成了 尤其台风即将来临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淹水的问题 那干旱期间最担心的就是灌溉的问题 谢谢我们张其伟处长的协助帮忙之下 还有水利工作站站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今天终于要动工了 农田水利署寿风管理站主任表示 寿风郡七支县农水路年久失修 这次能够获得四百多万元的经费挹注 改善灌溉沟渠的水源得以充分利用 灌溉沟渠改善 将农业所需要的灌溉水源送至各处 让农业得以发展并栽培各式各样的农作物 提升农民的经济效益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